嗨大家好,我是苏苏,今天我们来看科幻电影《杀人电梯》。 纽约的千禧年大厦是一座拥有102层的地标性建筑,而在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,大厦的电梯突然发生了故障,一名保安的手电也被失控的电梯们挤变形。 第二天天亮后,大楼内再次人潮涌动了起来,和几名代产妇却突然被困电梯之中,吓得值班保安赶忙切断了电源。 而让所有人意外的是,断电的电梯不仅自动降到了一楼,就连被困其中的孕妇也因高温和惊吓纷纷产子。 虽然这次意外并没有导致人员伤亡,但为了安全起见,破勤部还是联系了电梯公司,并让他们立刻派人检修。 作为电梯公司的优秀员工,接到任务指令的杰夫赶忙找到了搭档马克,但马克却因宿罪险些无法出勤。 原来,身为退伍军人的马克此时正面临人生的低谷,穷困潦倒的他为了生计,便在好友杰夫的介绍下成为了一名电梯修理工。 随后,赶到大厦的马克和杰夫认真细致地检测了电梯景和轿箱。 而让两人疑惑的是,整个电梯一切正常,系统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。 可就在他们检修完的当天,一个盲人再次遇到了电梯故障,他也只能试图换一台电梯离开。 此时,发现危险的导盲犬突然发出了警告,但盲人犬依然一脚踏入虚空,并将导盲犬拖进了电梯景。 当天深夜,负责执勤的保安发现,电梯竟然开始自动运行。 起初,他们以为有人潜入了大楼,但当保安按照电梯停靠的楼层查看时, 原本已经关闭的电梯门突然打开,并露出了黑漆漆的电梯景。 其中一个保安忍不住探头张望,结果却在黑暗中发现了那只惨死的导盲犬。 而就在保安准备上报情况时,打开的电梯门突然关闭,他的脖子也被夹在了门缝之中。 紧接着,停在楼上的电梯又开始运行起来,这个保安也最终被电梯斩首。 短时间内的三起意外,让千禧年大厦的特快电梯成为了媒体真相报道的对象。 而凭借从业多年的敏感度,身为记者的珍妮更是嗅到了阴谋的味道。 因宿罪跑到卫生间狂吐的马克,一眼就认出了珍妮的记者身份, 但他没有理会这个女人的一再追问,并让保安将珍妮赶了出去。 事后,马克按照标准流程对事故楼层进行了检修,可结果却一切正常, 杰夫也心实淡淡地向警长保证,大厦内的电梯没有任何问题。 由于马克曾和珍妮开玩笑说电梯会杀人,珍妮便将他的玩笑话写成了新闻, 而这险些让马克被电梯公司的老板开除。 与此同时,两个轮滑青年闯入了千禧年大厦的地下停车场, 可就在其中一人摔倒在电梯边时,他身后的电梯竟然伸出了一股巨大的犀利, 而被吸入电梯的青年瞬间来到了86层,并被电梯狠狠丢下了大楼。 这起意外很快就被媒体播报,看到新闻的马克则随即驱车来到了大厦, 可想要查明情况的他却被警察赶了出去。 而在门口遇到了珍妮后,马克言辞警告了这个胡编乱造的小报记者, 并希望对方不要将他牵扯到电梯案件之中。 虽然当面对马克做出了承诺,但珍妮却从马克的话语中发现, 这个年轻人显然也想弄清电梯事故频发的真相, 于是他当晚就找到了马克, 并带去了大厦的监控录像。 起初,马克以为珍妮是在向他展示死者遇害前可怕的一幕, 但他随后却在珍妮的提示下看向了监控拍摄的时间。 与珍妮一开始的惊讶相同, 原本需要40多秒才能升至86层的电梯, 竟然两秒钟就将遇害者带到了观景平台。 亲眼目睹了电梯的异常后, 马克便在珍妮的提议下找到了杰夫。 但当晚,杰夫却身着工装匆匆离开, 并一再警告马克不要再调查此事, 以免牵扯其中。 杰夫的异常表现让马克更加疑惑, 于是他随即向珍妮提及了那个公司里人尽皆知的八卦。 而得知杰夫以前的搭档科瓦斯基也曾修过大厦的电梯, 并最终自杀身亡后, 珍妮便认为电梯中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当晚, 珍妮带着马克来到了自己工作的报社, 而利用报社的资源, 两人找出了电梯系统设计者斯坦伯格的相关资料。 当年, 斯坦伯格创办了一家名为克戴特的军工厂, 并设计出了一种所谓的生物芯片, 但这种最初安装在海豚大脑内的芯片, 却很快失去了控制, 甚至进化成了一种拥有自我意识的活体。 而当下所有的资料都显示, 斯坦伯格安装在千禧年大厦内的电梯绝对出现了问题。 虽然马克不愿相信电梯出现自主意识的说法, 但他却对这个思维跳脱的女记者产生了好感。 第二天, 大厦总管在电梯内看到了杰夫倒挂在教乡内的尸体, 而随着警方的再次介入, 他们竟然认定死去的杰夫就是造成前几起事故的嫌疑犯, 但这个深夜出现在大厦电梯内, 并意外惨死的男人, 显然已经无法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。 而眼看好友背了黑锅, 马克便带着珍妮再次来到了杰夫家中。 此时, 杰夫家已经遭到了警方的搜查, 但在与杰夫妻子交谈的过程中, 他们却得知, 杰夫的死法竟然和科瓦斯基当年的惨状一模一样。 而种种线索证实, 电梯公司一直在隐瞒某种可怕的真相。 另一边, 随着电梯正常投入使用, 穿流的人群再次挤满了电梯。 但让所有人意外的是, 原本正常运行的电梯突然高速上升。 而在这种可怕的速度下, 无法沉重的轿箱底部随即粉碎脱落, 失控的电梯则直接撞穿了顶层。 由于死伤过多, 这次事故便引起了白宫高层的注意。 而一直在隐瞒真相的电梯公司老板, 也只能言辞警告了人想测试生物芯片的斯坦伯格。 与此同时, 接到命令的警方以为是恐怖分子制造了之前的惨剧, 所以当晚他们便包围了大厦。 但只有马克心里清楚, 电梯的真相并不像新闻里说的那样简单。 于是他和珍妮从公司偷来了一辆维修车, 并试图在警方的安检下蒙混过关。 虽然核实了珍妮的身份后, 警方立刻就将她控制了起来, 但躲在车厢内的马克却早已搭乘警方的车辆进入了大厦。 此时, 警方已经切断了高速电梯的电源, 并通过货梯向高层运送炸药。 而利用专业的知识和万能钥匙, 马克站在货梯的叫箱上一同来到了电梯的马达室。 可马克刚刚启动电梯的电源, 便被监控室内的后勤主任发现, 马克也只能不断躲开警方的搜查和围捕。 而到处检查的他很快发现, 电梯井内竟然有一些可疑的粘液。 于是他顺着粘液开始寻找, 并在电脑系统控制箱内发现了那个可怕的生物芯片。 此时的芯片已经进化成一个能够自动收缩, 类似人类心脏的东西。 可就在马克对其展开攻击时, 原本停止运行的事故电梯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, 并随即开始往下坠去。 马克见状立刻躲闪, 而来不及逃脱的警察则被拦腰斩断。 之后,死里逃生的马克爬出了电梯并偷到了一个火箭筒, 但斯坦伯格却不愿放弃自己的设计。 于是连夜赶到现场的他阻止了马克开火, 并与拼命反击的马克撕打了起来。 而就在他即将把马克踢入电梯井之际, 顺利逃脱的珍妮赶来支援, 但他却被斯坦伯格当作人质控制了起来。 起初,警方还试图劝说斯坦伯格放下武器, 可电梯内突然串出的电缆却将斯坦伯格拖走。 马克则一炮将生物芯片彻底摧毁, 最终结束了这场智能危机。 起天后,受伤的马克康复出院, 而在停止的电梯内, 他终于向珍妮表达了爱意, 并随即将一中人涌入了怀中。 好了,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,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, 我们明天再见。